可能越来越要重新看待川普 对川普来说政治是一门生意 很可能连他所认为的美国优先 也是一门生意 他号召的白人种族主义的智商团体 也是一门生意 当他来到了佛州的时候 他无比的平静 他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 他要成立另外一个政党 如果他一旦成立 川普的势力马上就会示威 他不但没有要成立 他马上和共和党的大佬们和解 他找来了新的共和党 在众议院里头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他告诉他 他说我们一定要夺回 2022年的其中选举的众议院 当然对他而言 能够夺回参议院更好 另外在关于他的弹劾的这件事情里头 共和党的表现很明显 共和党先有一位议员 叫Ren Paul提案表决 他说川普的谈案是违宪的 于是先进行程序的表决 程序表决的时刻 共和党只有五名人反对这个意见 而共和党如果要弹劾成立的话 只要17名共和党的参议院里头的参议员 才可能成立弹劾案 另外 谈案里头有一个最重要叫做审判 这是其实比弹劾是不是能够成立更重要的程序 而美国的首席大法官Roberts说 我拒绝主持这场审判 这使得谈案的程序正义 马上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拜登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 CM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不认为对于川普的谈案会成立 但基本上我要讲的这个新闻 所以最大的重点是 川普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川普 如果你很爱他 你爱他的主意 但是现在这个主意对他并不重要 对他而言 他要让拜登成为跛脚总统 想用短短几个字来描述 美国总统川普云霄飞车一般 暴起暴落的四年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不管党派立场 无论挺川反川 这一刻所有人应该都会同意的一件事 就是弹劾这两字 已经成为川普任期的代名词 In his conduct whil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violation of his constitutional oath faithfully to execute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violation of his constitutional duty to take care that the laws be faithfully executed Donald John Trump engaged in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by inciting violen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ohn Trump by such conduct has demonstrated that he will remain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democracy in the constitution if allowed to remain in office and has acted in a manner grossly incompatible with self-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Donald John Trump thus warrants impeachment and trial removal from office and disqualification to hold and enjoy any office of honor trust or profit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245年来四起总统弹劾案 其中半数两次都发生在川普身上 由于涉嫌在1月6号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 针对去年大选选举人团票数做最后确认的当天 公然教唆支持者向国会进军 川普在自己总统任期倒数一周的那一天 遭到众院民主党人以232票对197票通过了弹劾案 要求他下台负责 虽然弹劾的第二道程序 参院审理与定罪 由于正逢休会 而无法在川普任期结束之前展开 让这场历史性总统恶毒弹劾 成了对一名卸任元首的回溯弹劾 但民主党人仍然坚持 这是一场合线有意义的元首审判 因为第一 川普煽动叛乱的违法行为 并不因为他已不在职而消失 第二 弹劾案若定罪 国会还可以此为由 进一步提案禁止川普未来参选公职 彻底封杀他的政治前途 然而25号参议院正式接收弹劾文的第二天 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朗德保罗就在议会上提出程序问题 认为宪法中的弹劾机制乃是为在任元首所设计 川普既已下台就不存在弹劾的必要性与震荡性 article 1 section 3 clause 6 states w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ried the chief justice shall preside as of noon last wednesday donald trump holds none of the positions listed in the constitution he is a private citizen the presiding officer is not the chief justice nor does he claim to be his presence in the chief justice's absence chief justice's absence demonstrate that this is not a trial of the president but of a private citizen therefore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at this proceeding which would try a private citizen and not a president a vice president or civil officer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an order 美国宪法规定参院审理弹劾案必须有三分之二议员投票 认同总统有罪才能将其定罪 虽然此夺公权的动议只需简单多数 二分之一统议就能剥夺川普参选的权利 但在那之前仍然得先通过弹劾定罪这一关 华府观察家认为由于新总统拜登本人不乐见自己触灯板 就被川普的弹劾案抢走意识焦点 国会两党领袖因而达成协议 将弹劾案的审理延到二月第二个礼拜才实质展开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国会暴动引发的反川情绪逐渐冷却 再加上当事人已离开华府而失去着力点 共和党内原本想借力使力 借着弹劾案扫除川普势力的建制派政治人物 也出现心态上的微妙转折 直到现在仍有大多数的共和党人还在努力为川普的作为开拓辩护 在舆论与中间选民的眼中 这些共和党人的盲目始终 已经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唯一可能的难言苦中 或许是为了保全颜面与政治利益 但川普一个半路出家外行政客 短短几年内就迅速收编 美国两大政党之一 展现出无可披露的内部潜质力 仍然令旁观者嘖嘖称奇 知名保守派纸媒华尔街日报 在一篇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大崩坏为题的社论当中 就以痛心疾首的语气 直至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愚忠 和欠缺反省 恐将葬送全党前途 选后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大会上 不但依旧一片对川普歌功颂德之声 党部跟针对前参议员麦侃遗伤等三人 祭出党继处分 承接他们未能附和或追随川普的言论与政策 同时多州集成党部也公开炮轰或私下谴责 上个月众院弹劾表决中 倒戈支持弹劾案的十位共和党人 纵观这一波党内清算 共和党打算清洗的对象 非但不是外界众矢之地的川普 反而磨刀磨磨 对准了那些努力把共和党倒回正轨 被视为党内清流的温和派议员 和政治人物 总的对象彭务推动 对象彭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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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aty的問題 或者是 或是? I don't think it will in the end but it is concerning short term obviously my former colleagues are wondering where the base of the party is going to land and there's concern that they might stick with the president and a good number of them still believe that the election was rigged. Now I can tell you there's not one of my former colleagues who truly believes that they was 华尔街日报在社论中写道 一个明智的政党应该在选举挫败之后 设法找一共识 而非大肆整肃或开除党内反制 川普的败选并非自家人扯后腿所造成 而是他混乱的治理风格 逼走了铁杆红 让保守派选民不得不含泪投给拜登一票 放眼2022其中选举 共和党如果继续刀口向内 过不了川普这一关 不管是导致派稀恶斗 还是川普资历门户 都将走向同一个结局 也就是共和党的衰败 着个人的资格 我给大家看看 我们会接下来 我们会的记者 到一会儿 使用 一会儿 在不吝点赞 收入